掌面厚重,三宫饱满,浮运深厚,手指饱满调达,是典型的土掌,土掌人稳重传统,富有探索精神。 指节兼建米康树文,古代将是衣食无忧,现代来看,车房均有,小康不愁。 掌丘来看,十分饱满高龙,特别是水星丘饱满建钱财树文,个性乐观豁达,开朗活泼,沟通能力强,能靠口吃轻松饭。 食指迅功才未见杂文,财运时好时坏,本职工作有些动荡,从事业线断开分叉也看出这点。 掌侧月秋饱满,想象力丰富,加上神秘十字文的加持,这是非常吉祥的符号,头脑聪明有灵性,甚至容易和佛结缘,佛祖保佑。 太阳秋也是饱满伴有太阳线,人缘家,口碑不错。 文录看,主线清晰深刻,副线稍浅淡,主次分明,文录如人生录,说大局观很好,眼光长远之进退。 生命线初期见上升线,也叫希望纹,说明从小聪明好学,天资不错。 加上脑线深长,早年学业有成,人生起点不低。 脑线和生命线分离处见导文,脑线古代称为人文,代表自己,生命线称为地文代表原生家庭和根基。 分离处也是自身独立的阶段,此处见导文,说明出入社会间动荡,会吃些苦头。 事业线同期也出现断开,中年事业遇阻碍,对自己伤害不小。 不过事业线之后又延续,最终尾端冲破天文,经历中年的阻碍之后,事业得以延续。 加上太阳线和财运线都很长,和事业线组合成了霸王线,代表无论在事业、财运、名望人脉方面都能有所建树。 但是财运线和太阳线间断续,还需要养一养,才能把霸王线的潜力发挥出来。 生命线尾端60岁左右建关系线,晚年也建桃花,甚至出现黄昏恋。 小指格外顺畅,小指过三观,和子女缘分深厚,晚年能享子孙福。